随着缅甸反政府武装攻城拔债,缅甸政府军的情况已经是权限告急,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米昂来大将竟然真的搬来了一路救兵,那就是俄罗斯,见网是未了之来,这里是爱观历史,欢迎订阅。 近日,欧亚经济委员会一体化与宏观经济委员谢尔盖·格拉吉耶夫前往了缅甸首都内比都,见到了米昂来大将并与其展开会谈,双方特别强调了经济领域的合作,包括货物进出口、支付手段、农业以及旅游业的技术合作问题,此外,石油和纺织工业的合作也在双方的讨论中。 缅甸方面认为,强化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合作对双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双方还可以通过更多的部门对话来实现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缅甸当局如今深陷困局,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相当引人注目,更别说这次的行动与欧亚经济委员会有关。 伊斯斯坦以及亚美尼亚,从成员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围绕俄罗斯的小圈子。 此外,格拉吉耶夫这个人也需要特别注意一下,他曾担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经济顾问,接近俄方核心权力层,他现在的职务也不是一个贤职,算是普京最信任的人之一。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欧亚经济委员会是一个俄罗斯自己的核心小圈子,在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大背景下,俄方尤为需要强化与自己核心朋友圈的关系,事实上,普京本人是很重视欧亚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就在这几天,普京才与召开了高层会议,特别讨论了该组织的发展问题。 换而言之,普京选择把格拉吉耶夫放在这个位置上,确实说明了对后者的信任,简单了解欧亚经济委员会的相关情况后,我们回头再来看格拉吉耶夫与敏昂来大将的会面,或许就会对这件事情有更清晰的认知。 其实,对于缅甸当局来说,欧亚经济委员会来访的代表无疑是一路救兵,缅甸政府军现在的情况相当糟糕,不仅多个重镇接连尸首,甚至反政府武装的无人机都飞到了内比都,可以说,只要没有外力帮忙,缅甸当局恐怕撑不了太久,然而在搬救兵的问题上。 缅甸方面的选择其实并不多,对于他们来说,最想找的肯定是中国,这从去年以来,中缅频繁的交流就能看出来。 然而,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那就是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正常交往没问题,但想搬出中方做什么事,那就免了。 早些甚至还有消息称,缅甸当局一直想安排缅昂来访华,甚至还想让中方主动发出访华邀请。 但我们这边一直没给缅甸明确答复,导致此事只能无限期推迟,既然求中国不成,那么找俄罗斯那边,自然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同时,缅甸当局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不好,东盟多次开会都没带上他们,泰国总理他微信近日还表达了对缅甸政府的不满。 另外,缅甸当局与西方的关系也很不好,直到现在还承受着西方的制裁,就连执着于扩张自身影响力的印度,也与缅甸国内局势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因此对于现在的缅甸来大将来说,确实是有点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意思。 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牵头的欧亚经济委员会的出现,无疑是缅甸当局的一根救命稻草。 俄罗斯虽然近些年来受到了严重制裁,但体量和实力都还在,欧亚经济委员会也涵盖了好几个国家,他们愿意强化与缅甸的经济合作,确实能让后者喘一大口气。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缅甸同样是一个需要重视的方向,俄罗斯正在遭受西方制裁,那么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自己服务。 缅甸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还算可以,更是俄罗斯军售的老客户,俄方自然也想维持乃至强化这段关系。 多一个抱团取暖的盟友,对现在的俄罗斯来说终归不是坏事,事实上,俄罗斯和缅甸不久前才强化了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当时是俄罗斯副国防部长亚历山大,福明带人去了一趟内比都,与米昂来进行了会面,福明把缅甸称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长期重要伙伴,并真是与缅甸的友好关系。 俄方还强调,两国未来将秉持着联盟的精神形势,可以看到,俄罗斯和缅甸已经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极大加强了联系,两国之后的动作很可能会更多。 不过从客观上说,俄罗斯和缅甸关系的强化,对于后者来说,意义确实会更大,如今的缅甸当局已经是四面告急,如果再不搬来一路强远,往后的事情都不好办,俄罗斯的出现,确实能给缅甸方面提供从经济到军事上的一系列支持,也会让国内的反政府武装有一定的忌惮。 然而,指望俄罗斯出面就解决问题也是不可能的,缅甸当局必须明白,缅甸国内之所以面临如今的局势,问题本质上是出在内部,外部的救兵或许能在短时间内提供帮助,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况且,俄罗斯的支持主要还是以合作的形式,不太可能亲自下场,帮缅甸当局渡过难关,众所周知,克钦独立军和昂山素季都是亲美派,并且,克钦军还起源于美国扶持的游击队,如果克钦独立军成功夺取克钦帮首府密之纳,并在缅北地区取得胜利,那么首先,克钦帮作为中缅边境地区的重要经济贸易通道之一,就会受到干扰或中断,届时,中国与缅甸之间的贸易经济合作, 也会受到不利影响,其次,这还会导致我国边境安全问题加剧,同时增加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威胁,毕竟类似的事情,在今年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了,当时,由于缅北各势力之间冲突不断,一枚来自缅甸的炮弹,就直接落入了我国云南省的南散镇,并当场出现爆炸造成多人受伤,当时我国就对此事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已向缅甸的相关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 但到底缅北内部的冲突? 属于他国内政,我国无法对此进行干涉,而此次缅甸内战,无论结果如何,输的一方最后是否会慌不择路,将战火引入我国地界,也又未可知,所以在此背景下,我国必须要提前做好防范,防止类似导弹落入中国边境的事情再次发生, 总之,这次解放军在中缅边境所做出的提前行动,就是为了向缅北的各方势力做出威慑,以保护好边境安全, 另外,在前段时间,就有外媒报道称,缅甸军政府曾想要安排缅甸来访华,同时还希望中国这边主动发起邀请会谈, 但是中方一直未曾给过缅方准确的答复,并且还拒绝了相关的外交游说,同时, 缅甸还接连两日,会见了印度和俄罗斯的代表,就军事合作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沟通, 这也极有可能是缅方正在寻求国际上的支持或援助,所以,此次中方的演习,也是对于缅甸军政府所做出的一种积极回应, 通过军事演习,我国就可以向缅政府的敌对势力发出警告,展示我国军队的威慑力和决心, 以预防和遏制冲突进一步升级,总之,从我国的角度出发来看, 当下我国在南海,台海以及中印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局势问题, 所以维持稳定的地缘关系,也是我国现在需要放在守卫的命题, 而在此背景下,周边邻国万不可节外生枝, 此次的军事演习,就是我国以缅甸为例所做出的严正表态, 妙瓦底激战一夜,免昂来派飞机轰炸克伦联军阵地, 4月19日,克伦民主联军派出了无人机, 对躲藏在妙瓦底泰缅边境第二有一大脚的200多名缅军进行轰炸, 指挥这支部队的44师长给免昂来发出了求救信号, 果然很快,免昂来飞机就从天而降, 然后对非克伦民族军就是震的狂轰乱炸, 妙瓦底第二有一大桥的战斗碗11点10, 最激烈泰国美索一带居民说, 他们的房屋当时都摇晃起来,就像地震一样, 这里的基站已持续了一夜, 到了4月20号的凌晨4点50分, 又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据说免昂来的一架飞机在2号有一桥附近坠毁了, 早上的5点09分, 免昂来有7架飞机在2号有一桥周围进行轰炸, 周边的居民还看到了有直升机给桥下的免军军空投了粮食, 但约从孟邦毛淡棉的救援部队五十五师被客人民军在了我们高加利附近的妙瓦底市缅甸房三大交易口岸, 每年进出口贸易达到了11亿美, 这么重要的口岸免昂来舍不得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